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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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鱼我们常常有的养殖的 还有从这个远海 近海 深海抓来的鱼 那鱼丰富了我们的人生 而且是吃鱼不是说会聪明吗 对 但是现在大家都很怕吃到有毒的鱼 尤其是比如深海鱼 大巡鱼等等 我们在节目里面有讲过 但是究竟要怎么样挑选鱼 养殖鱼 还有这个鱼从哪里看起来比较新鲜 我们今天要细细的讲 好 那节目一开始 潘老师告诉我们今天的保健室电子报 茂博刚刚离我们而远去 那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沃森门诊中心的肯特医生 在最新一期的美国医学会期刊 非常重要的一个期刊叫JAMA 就发表了一篇有关心肌梗塞的医疗资料的一个研究 所以刚刚好在这个时候 提醒我们所有的同学们来注意 那他这一个研究是发现的非常令人惊讶 就是说我们得到心肌梗塞 有五个危险因子 第一个叫高血压 第二个叫抽烟 第三个叫高血脂 第四个叫糖尿病 第五个是冠状动脉的家族死 假设你有这五项危险因子的话 你就要非常注意 因为你得到这个心肌梗塞的机会是非常的高 不过在这篇文章里面发现 也有一小部分的人 就是百分之十四的人 他第一次发生心肌梗塞的时候 竟然没有这五项危险因子 那么没有这五项危险因子 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忽视这件事情 觉得说根本不可能找到我 可是却有一个另外更惊人的发现是 第一次出现又没有这五项危险因子的人 死亡率最高 这令人非常惊讶 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列出来这五项危险因子 这个分析是分析了美国 两百多万人心肌梗塞的资料 所以是非常的准确 你可以看到高血压就是常常被忽略的 结果产生心肌梗塞 有高血压的人有52.3% 可是你会发现说 如果有冠心动脉家族死人 他反而非常小心 所以他发生的只有28个percent 但是如果你在看下面 我们做整合分析 如果说是这个一到三项都有的 比如说你又有高血压 又有吸烟 又有高血脂的人 你看占了81% 就是几乎100个心肌梗塞里面 前三项可以涵盖了81个percent 所以这三项是很严重的 可是你像冠心动脉糖尿病 这个应该是很容易发生的 却在所有的心肌梗塞里面 只占了4.5个percent 所以显然他非常小心 他非常小心的在用药 可是零项的 通通没有这些现象的 既然在100个里面 也有14.4的人 是可以产生心肌梗塞的 所以很多人是在这一块 会被忽略掉 如果是一年 有一万个人心肌梗塞的话 那不得了 这就有1400多人 那你可以看到死亡率最高 14.9 这边的死亡率是5.3到10.9 这边的死亡率只有3.6到4.2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14.9的死亡率 远高于这两项很多 所以这才令我们很惊讶 那在这个地方 大家要注意的 你们现在马上就要注意 看到我这个手板 你是不是不常运动 家族是不是有人有心脏病 你是不是有糖尿病 你是不是高血压 你是不是生活紧张过于忙碌 好症心强 是否有吸烟过量饮酒习惯 是否经常大鱼倒肉 或者你有血脂肪过高 是否体重过重 假设你有三分就是高危险群 我就三分 你看我没有高血压 没有糖尿病 可是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经常运动 然后我生活紧张 非常忙碌 然后我还高血脂 我三项 我高危险群 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 这张手板就告诉你说 很多人都要注意的 因为茂伯的这个事情 让你提醒 你要非常注意 你可以看看这张 国民健康局所列出来的 还不是我胖怀中列的 保健師今天拿给你看 你如果大吃大喝一番以后 明天很可能心肌梗塞 如果你有刚刚的几个 危险因子的话 你突然间用力搬重物 可以造成心肌梗塞 你赶公车 你平常没有运动的习惯 突然间赶公车 跑太快 结果心肌梗塞 你可以看到天气很冷 或者从冷的地方到热的地方 或者从热的地方到冷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冬天 吃完火锅 喝完酒 一出门冷风一吹 就可能中风心肌梗塞 另外你看你压力太大 情绪起伏 股票大起大落 也可能 所以这个 这五项里面 刚刚有危险因子 再加上这五项 随时可以发生 更何况我刚刚讲 还有零项危险因子的 有十四个人 所以因此在这边保健室 要特别提醒大家 拜托拜托 如果你们有所谓的胸口不适 持续三十分钟的胸痛 你任何时间有发现这个现象 或者上半身不适 单侧或双侧 手背不舒服 或者你可能胸口很喘 这个伴随不舒服的情况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你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你稍微动一下 就冒冷汗 感觉恶心 头晕 全身虚弱无力 有时候这一条现象 你会觉得说 我可能今天身体比较虚弱 其实不是 是心肌缺氧 心肌缺氧 所以你有这几项的话 麻烦立刻就医 可以稍微做 如果假设你有这些危险因子 又有这种症状的话 医生就会做进一步的 高阶的影像学检查 看你冠心动脉狭窄的情况 我想提醒大家 一定要特别注意 所以今天的保健室电子报 这资料很珍贵 希望大家都要特别的注意 有些原因 我们常常会忽略 有啊 尤其冬天来了 我们常常进出冷 热 不同 温差很大的环境 真的要特别的当心 那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时候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鱼 那我们常常节目当中 有介绍过这个深海鱼 里面可能毒比较多 那你还记得分布在 它的这个鱼在哪个身上吗 头部 对 所以常常说 多吃鱼头的人会聪明 但是也可能吃下去不少的毒 欢迎回到 五期健康同学会 安德 现在我们就要上市场 来买鱼了 对 赶快到菜市场去看一下 对 对 好 我们先看一下 在菜市场里面 常见海鲜种类 那我们看有自然野生 跟人工养殖 那大家最常常也熟悉鲑鱼 鲑鱼 雪鱼 或者是青鱼 对不对 可是呢 因为自然野生的话 是不是会受到环境污染 像是重金属 大家比较担心 可是人工养殖 大家熟悉 像吴国鱼 就台湾鱼 像石斑 这个你刚刚问的 这个鳗鱼 可是因为养殖户 是不是会加一些这个药 大家会导致 导致这个海鲜残留 抗生素或荷尔蒙 所以自然野生担心重金属 那人工养殖 是不是有一些 这个抗生素的问题 那我们先来讲讲 自然野生的鱼 有什么样的问题 以及它最常 这个它的毒 会残留在哪里 对 因为我要讲 先讲野生鱼类 它们的皮 重金属 全部还有环境荷尔蒙 还有一些毒素 都会堆在哪里 鱼头 鱼皮 内脏 只要油脂 高含量的地方 它都会藏在 这些部位里面 所以可不可怕 超可怕 还有什么呢 它的鱼肉 经过液氧化碳的处理 你不要看 那肉很红 越红的越 可能有可能是越毒 为什么 因为它必须有 饱色的效果 所以呢 它可以掩盖 鱼肉已经不新鲜的事实了 张医师 为什么 为什么要有 一氧化碳 弄在这个鱼的上面 这个就是我们 人类很奇怪的心理 我们吃一个食物 其实吃到肚子里面 它长什么样 其实不重要 对不对 可是我们买的时候 我们就在赏心悦目 我们就喜欢 那个颜色漂亮 那颜色漂亮 我们就把那个 鱼的血和肉 用一氧化碳套着袋子 那让它这个 鸡蛋白 跟这个一氧化碳 两个作用 变成一氧化碳 鸡蛋白 那就变成粉红色 而且这个颜色 就对不会变化 因为它的结合力很强 一氧化碳跟鸡蛋白 比氧跟鸡蛋白结合力 强了几十倍 所以它永远会那样子 所以烂掉了也这个颜色 而且我跟你讲 很诡异 你查不到 医学文件上讲说 一氧化碳加在鱼肉身上 对人体吃了 是不是安全的 你找不到一篇 跟你保证安全的文章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韩国 日本都已经完全禁止 使用这一氧化碳 发射出力 不过在台湾这个很流行 那如果都有这些毒素的话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怎么要去避免它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即将要下过的野生鱼类 我们可以这样做 一开始先泡 然后再把它烫 那怎么泡 因为甲醛溶于水 你在烹煮之前浸泡十五分钟 先泡 对 再用清水冲洗两三遍 煮熟了再吃 但是有人认为说 浸泡后的风 这个鱼肉的风会不会受到流水 但是你看 这样子会比较安心食用 然后刚刚讲说泡 对不对 你这边穿烫 那把它洗净的食材 用滚水穿烫一到三分钟 就烫一下溶出有害的物质 不过这边有一些提醒 你看环境荷尔蒙跟中金属残留物 不容易被高温所破坏 所以容易堆积在脂肪含量 比较高的部位 应该避免吃 刚刚瑞玲讲鱼头 鱼皮或者内脏 或者少吃这个大型的鱼类 这样大家有一些 像这些都算比较大型 有一些防范的配偶了 对不对 那瑞玲 那我们你作为家庭主妇 你是建议大家怎么 怎么样去洗鱼一下 对 你会把鱼洗肉烂烂的 那这些鱼真的是心是让大家最害怕的一点 臭臭没人会吃 那有时候我们从鱼饭买回来的时候 有稍许有一些 那个鱼鳞没有打干净 没关系 大家家里有瓶蓋 有没有 有没有 老公喝啤酒剩下的 那个瓶蓋 有没有瓶酒 剩下的瓶蓋 那你就把这个剩下的瓶蓋 有没有瓶蓋 把它这样子稍微可以把剩下的鱼鳞 摳一摳 有没有 他是不是就很 不要拿刀子 因为刀子会乱喷 那你拿瓶蓋 对不对 因为有些鱼饭他在旁边他不刮干净 就很讨厌很腥 那你就把它稍微刮刮处理 然后记得 里面的肚子 那个里面有血块 要把它先弄出来清洗干净 因为有些鱼他没有放水 那再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鱼呢 先要吃之前 要吃之前 比如说我十五分钟之后 我要下锅了 对 然后我再把它抹上这个盐 抹盐巴 为什么 为什么说在十五分钟 因为你先抹 放在那儿的话 鱼肉会缩 然后你下锅煮就不好吃了 对 然后你稍微给他搓一下 就稍微这样子 你看 两面我放一点盐 所以这不是在洗那个鱼 鱼 是不是要洗他就对了 然后但是还有一招 不要忘了 用柠檬皮 对 因为我这边是不是有粗粒子 你把它当成磨砂膏 一样 对不对 然后柠檬是不是也有去腥的效果 然后柠檬 我们会留一点点的柠檬的 有没有果肉在里面 你其实肉跟皮都可以使用 你给他稍微这样磨一下 但是不要用白色的会苦好吗 大家请不要用白色的 就变柠檬鱼的味道 对 那你稍微给他磨一下 这边这样的磨一下 给他稍微SPA一下 鱼应该会蛮高兴的 好吗 对 按摩一下 按摩一下 好 然后要下 稍微浸放个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 请大家要记得要冲水 你不是在煮咸鱼好吗 对 你要把它冲水 可是刚刚这边有说先教我们用 那个先浸泡十五分钟 所以是泡十五分钟之后 再做这样的动作 其实可以 其实我比较不建议泡 因为鱼肉一泡 它鲜味就不见了 可是他会说这样比较安心 所以你这个是没有泡的方法 对 没有泡的方法 但是说我一定要泡 是因为担心它上面会有加一些 像刚才江医师讲喷一些 有没有 不该有的东西 这样也可以除掉 我稍微泡一下 但是真的不要泡太久 因为一泡太久 有些鱼 你会发现到买来的时候 金色色的很漂亮 一泡水 糊爛爛 不知道为什么 泡太久了 那李老师 你有没有建议大家用什么方法 比较容易吃到没有毒的鱼 当然鲜鱼很重要 鲜鱼 你要买一般在菜市场 他摆着卖的这个鲜鱼 很容易夹东西 所以买超低温冷冻的 可能是最理想的方式 超低温冷冻的 超低温冷冻鱼 然后冷冻鱼 其实分两类 一种就是他有加真空包装 他就不会受到环境在污染 然后一般大量便宜的 都是没有加真空包的 那加真空包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说我们水分子 一旦截边以后 那个水分子会升滑 就跑掉了 所以你大 没有真空包的那个鱼 就越来 肉越来越硬 鲜味也不见了 可是你有真空包 就没这个问题 那你是不是建议大家把皮剝掉 皮剝掉可能很多鱼都剝不掉 所以煮熟了就把它拿掉 或你吃的时候不要吃 不要吃那个皮 那张医师是不是 像这种没有鱼鳞的鱼 其实毒性可能更多 它的皮比较风险比较高 为什么 真的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普通有鱼鳞的鱼 它靠这个鱼鳞 那个钙的化合物 它挡住外面大部分的东西 所以它皮自己做得很薄 你譬如说我们刚才这个无锅鱼 刚才拿走了 无锅鱼的皮就很薄 如果把鱼鳞拿掉 那个 对 在这边 它把鱼鳞拿掉之后 这个皮很薄 一下就扣破了 可是你看看鰻鱼的皮 你会把他扣破 不行 它很厚 它不但厚 而且他用来隔绝水的渗透鱼 他甚至还加了很多油 鱼皮的油 大概是鱼肉油的两倍多 那所有的我们目前已知的 大部分很讨厌的这些 煮不掉的毒物 譬如说甲鸡拱 所谓的戴耀辛 多粒联本 全部可以抗高热的东西 全部都是油溶性的 所以如果胃从在市场里面出现 它会出现在哪里比较多 当然是鱼皮 比较多 鱼的肝脏比较多 还有鱼头 鱼头的含质量 几乎是鱼肉的四到五倍 可是当然没有错 这个是有点矛盾的 大家听过说 吃鱼会比较聪明 尤其吃鱼头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的含质量高 它EBADH也高 可万一这个鱼不干净的话 那就惨了 它EBADH也高 同时也 大耀辛多粒联本也高 我们也吃进去了 那你一直说 那没有零品 就是无零的这个鱼 好还是有零 没有零的鱼 有零的鱼好处在哪里 第一个这个鱼鳞本身 刮除掉的时候 我们不吃鱼鳞 对不对 我们把它刮除掉 附在上面的那些药都不见了 这是好处 第二个它鱼皮薄 所以它就不会带那么多 像刚才讲的 那在这个养殖鱼类方面 那有毒的部分又是哪一些呢 这个李老师来告诉我们好不好 这个也是一样是头跟皮 鱼头 这个是最刚才 真的 大家爱吃 然后呢 农药 那个什么 农药的残留 因为养殖用水往往都会跟灌溉用水混在一起 所以那些农药残留可能就由这个养殖用水进来 然后再来飼料里面有时候不孝的厂商它会加防腐剂 那再来就是养殖鱼他们自己本身加的药 但是这个这个药稍微说明一下 就是说很多养殖户他不是故意要丢很多 因为药也要钱 他可能会说这个药的安全其实是用了以后一个月 这个鱼才能卖 可是他前15天要出货前呢 这鱼生病了 他就要丢药 那15天一到 他这个鱼就要卖了 那怎么办 那个药就残留 一验就验出来 所以我们买到这个鱼 就鱼头不要吃 鱼肚子不要吃 那鱼皮呢像乌果鱼薄一点的就OK 接下来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通常在菜市场选购 因为没有在那个渔船旁边 不是 捞上来直接吃 就是现捞的 好多日本影片都是捞上来直接就吃了 好 那我们通常都是冷冻鱼 那冷冻的鱼呢 又有这种冰镇现流鱼 有没有 通常这个鱼真的很硬 有的像好像木头一样这样很硬很硬的 那也有的稍稍解冻了一点点 鱼生是软的有没有 下面只是卖铺子一样更快 在看场上是在鱼室化给的时候 对不对 这些有一些 对对对 但到菜市场我们也是买到 那我们还有这种冷冻鱼 一箱一箱的上来的 那他这个是冷冻鱼 那我想请问这个李老师 究竟我们买哪一种鱼 会比较新鲜 然后这个分别要怎么样挑选 应该讲两个都新鲜 都新鲜 对 冷冻鱼有包塑胶带 很重要有包塑胶带 要包塑胶带 冷冻鱼 冷冻鱼 那如果没有包塑胶带的 那个可能就有问题 因为他一次进很多 然后量很大 随便包一包 然后可能冻半年 那刚才有讲到 那个水分子都跑掉了 所以那个肉会变得不好吃 那他这个也是从冰库 里面拿出来的嘛 对对对 虽然这里面没有冰 但是也是从冰库里面拿出来 对 你买的时候 这个鱼要冷冻的是硬的 硬的 不要买那个已经退冰了 越硬越好 那你甚至可以跟他买说 我一次买一个礼拜的分 我两个礼拜的分 多买几条 那你回去冻起來 了解了解 绝对比买那个 把那里退冰了 你回去再冻 所以我们在菜场要买越硬越好的 对对对 越冰越硬的 表示越新鲜 然后冰镇的现有鱼 他身体僵硬 你可能那个白带鱼抓起来 他是一条硬硬的 好像那个竹板子 真的吗 对 那你拿起来 那个尾巴就弯掉了 不是我们在菜场买白带鱼 通常已经真的像皮带软软的 可是白带鱼他的肉的特性是 他有点退冰还好吃 那你不要买到已经有鲜味 或那个亮亮的已经都不见了 然后再来就眼球的亮度 现在比较不容易看到 因为那个要活鱼 眼球像水晶体一样 亮晶晶的 那个要活鱼 马上丢到碎冰裡面 那还要温度够低 他那个眼球才会结痘 所以如果我们白鱼 看那个鱼眼睛好像已经有点 好像失眠了 或者是有血丝 什么那种 那他就不要 他有点那个黄斑部病变 或者是有没有 对 那个有血 对 其实我觉得那个鱼 就不太新鲜 这里有照片 对 他这个眼睛里面有血 下面那一条更严重 上面那一条还算 还OK 下面那一条就蛮严重的 现场这个也有鱼眼睛的 这个还OK吗 这条 你看他硬 身体有没有硬过 身体有没有硬的 蠻硬的 这已经不新鲜了 可是我觉得他蛮硬的 这样不够 不够吗 这很软 这一点都不冰 其实在南部 很软 枝木鱼的地方 这种鱼就没人买了 他故意把它弄成弯的 摆在地上 让你看 每一条鱼都弯 这样子 在南部卖15米 是要这样卖 那你是说僵硬的鱼 就是说 它冻的这个温度 是够的是不是 不是 它一捕捉的时候 就把它冷冻起来了 是不是 不是 它新鲜的时候 就把它冷藏 用碎冰 那那个鱼死后 有一个现象 叫做死后硬直 或死后僵直 它那个肌肉变性 所以鱼是硬的 对 那如果说已经变软了 硬了又变软了 那个叫自家消化 或自体消化 它的酵素 已经在作用这个鱼 所以眼睛就会冲血了 杀起来那个内脏 就会很臭 来 江医师来补充一下 这个就跟人什么样 以前不是我们说人 有时候在膳膛里面 那个尸体 会突然就做起来 这叫死浆 死浆不是只有 在人身上发生 死浆的人身上发生 比较久才发生 在鱼身上死亡之后 几十分钟就可以发生死浆 看鱼的种类 那死浆的时候 他就翘起来 就像李老师讲的 翘起来 翘起来的时候 要赶快买 因为他一解浆 解浆之后 你要赶快吃 因为解浆不吃 他就腐败的速度 就会很快 那这个东西 这种所谓的浆 死浆跟解浆的过程 在所有的动物身上 都发生 所以为什么新鲜猪肉 太新鲜不好吃 因为他还在浆质的阶段 所以太新鲜猪肉 反正不好吃 稍微解浆 赶快吃 那时候的胃感最好 因为那时候的 腺和肝三瓶酸 变成丹瓶酸之后 甜味就很足 鱼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买鱼 最好是也有那个冷冻 它就是弯的 那你要好吗 它也是硬的 但它是弯的 代表是一般来讲 我们看到的都是做假的 为什么 他把那个鱼又棒 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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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我们误以为 它很新鲜 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是 他今天卖不完回去 他自己把它动起来 动弯了 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上这堂课 都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说他是把它绑起来 卖一箱 比较吸引 我以为是 可是就我的经验是说 如果我们去菜市场买 我拿 我觉得在胎子上面摆的 很少说真的拿起来 是顶空空的 都已经软软的 都软软的 所以 它有放冰块保鲜 但是 大部分都是软软的 我觉得是不是呢 对 我也是这么觉得 而且我说 他绑一条线 感觉太像 所以在菜市场 有个买鱼的秘捷 五六摊 生意特别 特别贵的那一摊 都是新鲜的 为什么 人家可以 一分潜一分破 人家可以承受说 你那个鱼又特别贵 那又一堆人在买 是为什么 就是有人懂吃鱼的 所以你只要看 知道了 所以我们那边 七摊 有两摊 都是很新鲜的 所以你八点半去 就买不到鱼 就跟我们去餐厅 有没有 这一排都是热炒店 但是为什么就有一家 都还在排队 外面还有人 那有的家呢 就老板都在那边吃饭 可是有时候它是价钱 比较便宜啊 是不是呢 所以你要买那个 就很多人排队 可是又很贵的 那你最不要 这什么道理 你最不要买的是 你最不要买的是 真的是这样子 特技 什么叫奇迹 什么叫奇迹 你知道吗 那个鱼喔 不用冰 什么都不用冷藏冷冻设备 鱼就敢摆在市场上卖 这个风险就很高 因为你鱼既然不用温度控制 那你敢摆在那边 臺灣的夏天的温度 上面三十七度 对 我跟你讲 那个鱼喔 二十分钟就肚子就烂了 那为什么敢摆在那边 一般你就要加藥 大家听我们这样讲 也会觉得说 哎呦 那以后我不敢吃了 鱼头也不敢吃 鱼也不敢吃 对 还是有那个 让你不用怕的 因为我们要教大家 怎么样聪明吃鱼 对 我们来看一下 在台湾吃不用怕的 有五种海鲜 让大家知道 这个放心吃 第一种呢 是这个鲸鱼跟秋刀鱼 这个Omega 3都很丰富 而且也买贵 对吧 这就潘老师最爱 潘老师跟我们讲一下 鲸鱼跟秋刀鱼好了 他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它是属于 这个海洋里面的小型鱼 所以这个小型鱼呢 它是所谓刺激消费者 所以因此不会像 刚刚你们所讲的说 因为它大型鱼 它会累积非常多的 这个重金属 跟所谓的带奥鑫 或者是多驴原本等等的东西 所以因此它的这个污染程度 会比较低 这两种鱼 虽然它是台湾捕捉得到的鱼 可是它有没有很靠近 我们的海岸 其实有某一些鱼 其实它很靠近我们的海岸 河口的地方 其实它的污染是高的 为什么 因为那是我们搞出来的 我们的科学园区等等等等的 排泄的重金属都往那个地方排 所以鱼我们希望能捕捉得到 可是也不要它太靠近我们 因为它的污染的风影会高 那其实像秋刀鱼 要到日本海去 所以它已经远离 我们的相当的距离 所以污染物比较大不了 那青鱼要到盆加鱼去 所以跟我们有一段距离 所以它都不是我们在岸边 你看得到的鱼船抓得到的 都不 这些鱼都抓不到 这个嘉老师这样一讲 我们就知道这个海域的部分 来选择就是安全的了 对 没错 靠近但是又没那么近 就有那么多污染了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 是什么好鱼 白带鱼 好 这个我最爱吃的 真好吃 白带鱼有那个鱼鳞 有没有 不是鱼鳞 就是白色的那个叫做 银粉 是不是 银粉 银粉 这个有个网路迷失 那个有毒吗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接着我们刚刚有讲了好鱼 还包括有白带鱼对不对 对 那白带鱼究竟要怎么样挑选 怎么样买呢 来 李老师 这个 这个算新鲜了 第一个眼睛还算很透明 然后眼睛没有瘪掉 也没有充血 有没有 那个眼睛有瘪掉 然后有充血 这个是因为翻来翻去 所以它烂掉了 然后白带鱼像那个就特别漂亮 你看亮晶晶的 真的耶 眼睛你看都没有瘪掉 真的 这边好亮喔 那这样是好还是不好 这样是好的 真的 贵很多 这个贵很多 在拍卖之后就贵很多了 真的 因为现在太鲜艳或太好的 我们会以为是不是要吃什么药 白带鱼它用药 那个颜色就变掉 所以它没办法用药 所以比较好 然后这个有血水 那个没有血水 对 所以在菜市场看有血水的 它里面 内脏已经开始有点烂 这个还OK的 所以我这个比较好 对 哇 你看在电视机前面 真的银亮亮 有一个过去的故事 二次答案结束的时候 因为还没有发明 那么银亮的染料 所以他们就日本人 拿来做假的珍珠 就把粉刮下来 真的啊 这粉刮下来 曾经 那我们吃这白带鱼 就不要 不能吃个银粉 那无所谓啊 可是我们从小到大 妈妈都叫我要刮 要刮 刮掉 白带鱼的 对我们的伤害是在什么地方 有些人是因为有痛风症 尿酸高 那白带鱼 因为那个皮啊 它本身的普林值是高的啦 所以 不是银粉吗 不是银粉的问题 是它皮的问题 可是你刮 通常是刮刮 那个皮很快就不要刮掉了 所以银粉是网路留言就对了 对 它说它那边很拱 那是笑话 我检查过 它没有一点拱 是是是 所以它污染是算比较少的 对 跟那个青鱼 你不要小看这个鲜度 这个鲜度 跟这个鲜度 你在算什么买 可能差五倍的价格 一条鱼一樣重量 大小差不多 差五倍 哇 好可怕 所以鱼貴的这些有道理 它就没办法 那鲜度帮助成這樣 没有关系 那这个银粉怎么样 对 如果大家怕 真的不要吃 对 如果大家怕这种金工 黏在手上当珍珠的话 没关系 一样 然后我们拿金工 来对抗它 这样子 好 对 太方便了 铝箔紙 铝箔紙 就是你烤箱用的 不要带太多油 又可以再次利用 有没有 你不管哪一面都没有关系 只要把它揉在一块 那会太大块了 不会 因为烤箱差不多 有这么大块 对不对 来 轻轻的 因为其实白带鱼的肉 还蛮嫩的 那你就稍微轻轻的 轻轻的刮 有没有 它先是就直接上来 很快就掉了 不要用刀子 可是瑞里 我从小到到 我都用菜刮布 还有用钢刷 你会把鱼肉折腾的到烂的 那其实用 钢刷只剩骨头 因为席箔紙 它有一些 有一些 我在揉了之后 它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方 那你看 我可以用很多 这个小细节的地方 比如它这边 是不是比较有一些鱼鳞 那个亮片的地方 所以一刮真的就刮掉了 一刮是不是就刮掉 但是我鱼肉没有受伤 对 这个是好方法 鱼肉完全没有受伤 对不对 很棒喔 下次你不要用那个钢刷了 不要啦 这样鱼肉都烂的 很漂亮 对不对 然后煎起来 沾一点面粉 弄点面粉 然后你试上鱼肉 就可以保持很完整 好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除了白带鱼以外 第三个是什么 是这个透抽 大家也常吃啊 对 那它的毒性是不是也比较少 来 李老师 对 因为它这个长得很快 大概像这个都一岁 才一岁 它一岁就大概下蛋 然后就化掉 成余了 就成余了 它长得很快 因为它没有骨头 对 没有鳞片 那些都长得慢的 它不退殼 那个长得慢的 然后这个呢 一般来讲就是说 它们在卖的时候 为了增加保鲜的时间 让它延长 它会在里面加药 也加药了 对 然后 那我们两个 怎么看得出来有加药 没加药呢 第一个 它这个虚已经太恐怖了 要加到整个卷起来 有没有 对耶 所以它出现了 小钩弯弯 看到没有 对 就是小钩弯弯 它加得实在太恐怖了 那有时候它只有尖端 那个最尖端的 像这样勾起来 所以像你刚用那个 波波波 它还是弯的 对啊 那你的右边的那一个就是直的 它就没下药是不是 对 它没有下药 然后第二个 下了药以后 因为它可以放很多天 那个肉就慢慢变直了 所以我们买这种东西的时候 肉透明感存在的 就是透明感越透明的 那个越好 所以这一条是被下药 就是小 这条被下药 这条没有下药 这条没有下药 这就很容易便宜 还有那种小一点的 它都是弯的 它都是弯的 对 没错 都被下药 那个它放在冰水里 可以放两个鱼饭 而且咬起来 所以我们应该以后要找那个角质 咬起来很脆 对不对 小小的 对 可是有时候我们在传统市场买到 不是新鲜的 它已经先一大锅 帮你煮好放在那 而且还跟你讲说 请你回家马上吃 沾芥术 那脚已经弯了 事实上它都已经弯掉了 那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去处理 沾芥术那个脚腕的是让它保存更久一点 颜色也更保存久一点 那是什么东西 一般来讲像这种东西 加掉白块就方便 因为掉白块 没什么味道 掉白块不是被禁止了吗 早就全世界都禁止了 可是到场有人用 而且很流行 因为它没什么味道 它不像甲醛 甲醛很嗆 所以甲醛加多了 你一闻 没有人要买 掉白块的味道 大部分都不认识 而且它揮发点 不太揮发 所以你闻不差什么味道 不过透抽 还在我们的榜上表示说 这五种海鲜 我还是可以放心地吃 对不对 所以这个透抽 基本上它的毒性 还是比较少的 对 但是要选那个角质的 你会知道 而且这也都是野生的 野生的 对 好 我们再来看第四项 第四个我们来看看 是 这个是蛤蟆 对不对 蛤蟆 蛤蟆我们又要怎么分辨 它这个好坏呢 其实蛤蟆有几个问题 其实蛤蟆是很好的东西 为什么 它对于防止地球软化 它很有贡献 因为它这个壳 最主要都是含碳酸 跟钙的结晶 所以它就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抓下来 所以它对于这个 这个养蛤蟆这个田地 它产生的效益 比三倍的森林效益还高 所以它对防止地球软化有很多好处 因为只有两个小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说 蛤蟆不要养在 含有重金属水里面 因为它会吸收重金属 对 所以以前我们在乡山 发现那个蚊蛤 全部都是铜 就这个问题 因为它天性就喜欢吸收重金属 吸收 所以养的位置如果不好 就会产生一个很糟糕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大家不要贪颜色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颜色也没什么不好 可是大家就习惯上就是要很黄 对不对 白一点 就是要黄黄白白 对不对 好像牛奶 对 那怎么办 那我就给你用酸去洗 那酸洗 你会想说酸其实也还好 那我就买食品级的酸 对 食品级的酸 贵 既然做坏事 没有人做那么麻烦的事情 就直接用工业级的酸 工业级的酸 就常常会带有很多杂质 包括重金属等等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买这个东西的时候 真的也不需要计较这个颜色 就是说一定要买到颜色很漂亮很白的 还有一个 它酸洗如果太严重 然后会掉皮的现象 外口那个皮会掉掉 会会 所以注意那个掉皮太严 你看整个碰的拉 蛤蟆如果有一两个掉皮 你就要小心 不是说每一个都要掉皮 那就太离谱了 我们在菜场买的真的也有白白的 很白的很漂亮 火锅店常常都会掉皮 有没有煮久了 它不是外壳的皮就掉了 那我以为是正常的耶 所以现在都知道 经过特别的加工处理了 所以其实那道手续是可以不用的 而且那个已经只是增加我们的风险 那我就是说买黑的就好了嘛 对啊 是不是黑的 商人应该不会又把它 就只要加黑吧 不会 不会 黑的是天然的 因为它要增加成本 所以就跟我们刚刚前面 前面上一段讲那个影片一样 也不要买特别新鲜的 特别红的 对对对对 很多东西特别白的 我们下面一个就是特别白的 好 特别白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还是可以吃的 对对对是 我们看无锅鱼跟虚目鱼 那么这个无锅鱼跟虚目鱼 为什么会在我们的榜上里面 这是五种海鲜 要比较放心的呢 潘老师 第一个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它喂食的饲料是用 所谓植物性的饲料 所以它对于环境的负担最小 因为如果说你是用动物性的饲料的话 它就会造成我们环境上的 一个很大的负担 另外再加上因为它是养殖的 所以环境水域 如果说不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说 它有不法的添加的话 它其实环境是可以控制的 加上它因为大量的生产 所以价格也很便宜 所以我们在健康同学会推荐的 都是希望是都是以本地产的 对 然后又是价格便宜 大家都吃得起的 是这种鱼才被我们推荐的 对 没错 所以看得出来我们这个榜上面 没有大型深海鱼 对 没有 那种比较难想 然后也不会给你介绍很贵的鱼 也不会 对 那在台湾的这个附近海域 也有一些我们要注意的 对 好 刚刚是五种好鱼 对不对 我们刚刚列了 接着你看有四种海鲜 你这时候就要小心吃了 好 第一个是什么 我们提醒大家 叫做金蟹鱼 为什么呢 所以金蟹鱼 我跟你讲 是不是有餐甲醛防腐 这个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们在煎一煎翻动的时候 如果发现整块鱼皮跟鱼肉 都分离了 那表示他已经变质了 加甲醛的几率很高 这我们在自助餐店常吃的鱼 本来想说是不是气质不好 他才会这样脱离 没有 煎好 对 所以他加了甲醛 所以他就自动分离了 这不是自助餐常吃 自助餐吃的时候 他是整锅油下一炸 所以你看不出他会掉皮 对 不是煎的 但是我们煎的就很容易翻 整块一瓶掉下 掉半块这样 对对对 那他有什么不好 对 加益师他为什么不好 他有毒吗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台湾本来 在我们的近海 就可以抓到金蟹鱼 所以那时候还没什么 太大的问题 好 那因为鱼岩孤节的关系 我们在台湾近海抓不到了 几乎所有的金蟹鱼 都来自于对岸 那对岸的时候 他在捕捉这些金蟹鱼 又是近海的小船 他又不是什么远洋的大鱼船 上面他没有冷冻设备 像这种很容易腐败鱼怎么放 加药 加药最快 那其实有水准一点 应该加掉白块 因为掉白块比较没味道 可是当然就是因为有人 连这个化工水准都没有 他给你直接加甲醛 老师 在吃的时候 从小到大我都觉得 他有一种像消毒水的味道 我们都以为这是正常的 对不对 你小时候那个应该是正常的 因为有一些底子的东西 他那个在珊瑚礁 那个鱼就有那个味道 不是只有金蟹鱼 有好几种鱼都有 甚至连石斑鱼都有 那叫秀芬 那经过了这几十年后 那现在这个味道 就不是正常味道 有可能是甲醛 尤其金蟹鱼 那百分之百就有钱 真的 金蟹鱼 中国过来了 大陆过来了 了解了 懂了 所以我们这个要小心一点吃 对对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有这个海鲜也要提醒你注意的是 黑鱼鱼 黑鱼啊 这个我们也蛮常吃的耶 江医师 黑鱼鱼是一个 其实我一直很建议大家不要吃黑鱼鱼的几个原因 因为黑鱼鱼目前我们捕捞的量 在十年之内缩成原来的四分之一 代表我这个鱼鱼已经快枯竭了 第二个我们从它大小心体 最大的黑鱼鱼可以大到六百八十公斤 很大 现在我们三十公斤都在抓 三十公斤黑鱼鱼基本上还没还没什么 还没结婚生小孩 如果一个族群啊 你连那个没结婚的 你就把他抓来吃的话 那这个族群就会被你毁灭 对啊 灭亡啊 当然第三个问题 就是因为他在食物链的最高层 因为他是最高级的消费者 所以他会累积很多 像目前已经知道 假鸡狗 多利门大悟性 都是他冠军 所以尽量避免吃这样的鱼 对 没错 尤其是怀孕的人 小孩子 更不应该 好 谁来吃黑鱼鱼 很好吃 有些人来吃黑鱼鱼 那真的很好吃 好 不过就是 有时候忍不住 在比较宏观 就是说生态保育的话 对 还是注意一下 所以你看 刚老师说 这个如果鱼太小 那我们为了这个族群 为了繁衍起见 生态跟环保起见 就是不要吃它 那接下来这个也是小鱼的 对 点到重点了 这个小鱼是什么呢 就是乌拉蜜 乌拉蜜 乌拉蜜 乌拉蜜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台湾百分之六十的乌拉蜜 是进口的 都印尼来的 那个就可能有漂白 好 来看看那个 我们这个买的就好白 可是我买的没有那么白 白到不行 那是不是就正常的 那就比较安全 那还有 以往我们都会讲说 抓乌拉蜜的时候 把很多 大概两百种的鱼苗 通常抓进来 所以它是一个 蛮严重的生态破坏 所以乌拉蜜不是一种鱼 是鱼苗 乌拉蜜可以吃的 在台湾是四种 四种 但是里面会夹杂 其他不同种的 两百种的小鱼 但是移民 现在已经在改善这个情况 他们把乌拉蜜抓起来 以前是干的抓起来 就慢慢挑 他现在是把带水抓起来 大概半桶 半桶鱼一桶水 那个乌拉蜜放到 红色的那种塑胶桶 受到惊吓 它会全部沉在底下 那把别的小鱼苗都挤上来 别的小鱼苗就在上面 他就把它倒掉 然后乌拉蜜在下面 所以应该有改善 改善蛮多的 但是因为我没有实际看到 所以将来有机会 实际看到 我想可以做个见证 就是那些鱼就可以还继续活 就是比较有良性 他会把上面这个小鱼苗 再给它放回到海里 因为你损毁那么多鱼苗 就是给自己过不去 那些鱼苗未来长大 你还可以抓它 你现在从小不值钱 你就把它除掉 那鱼苗 所以这布拉鱼 它就是这么大了 那鱼苗能接受这个观念 就是说 我把那些杂鱼倒掉 是因为牵涉到鱼架 如果你抓回来布拉鱼 里面那个杂鱼很多 他们要挑掉工钱 所以他会觉得 卖相也不好 卖相不好 又要花工钱 鱼叫又卖不好 所以干脆 他们现在想出 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这样把它倒掉 沒錯 不过我们现在大家也有一个观念 就是布拉鱼如果太白的话 也不要去 而且之前网路 还有人传给我 就说这个鱼 他的眼睛 还可以用点上去的呢 对啊 就是有人用那种 不知道是化学什么 做成那种 他用塑胶做的 然后他眼睛是点上去 告诉你说 我也这个也是布拉鱼 那我卖不误 就他本来不是布拉鱼 他用塑胶做的 这个是大陆的 之前啦 他讲的应该 他讲的那个是银鱼 银色的银 银鱼 我们回程去炸的银鱼 可是我看到也是很小 是银鱼 银鱼也有小的 没有塑胶做的 那个小的 煮一煮才会融化 你知道吗 那个太大的 塑胶做太大支了 你就吃不下去了 太明显了 不好咬 所以换句话说 然后本来都有眼睛 然后煮一煮的眼睛都不见了 因为染料已经没有了 好了 所以这个小鱼苗的话 我们还是克制一下 对 还是不要吃它 好 另外还有一种要听大家是 这个叫做五仔 是五仔鱼吗 那石斑嘛 石斑鱼 对 为什么这个 好 那就先来认识 这个五仔鱼好了 五仔鱼 好 香港人所称的就是马友咸鱼 也就是台湾俗称的五仔鱼 那台湾常被拿来做 拜拜的贡品 我们在拜拜桌上就有看到 所以它就叫做拜拜鱼 真的哦 拜拜鱼 对 这样子大家就常常看到了 有没有 拜拜的鱼就蛮常看到 看起来也蛮像金蟹鱼的 也蛮像的 酥酥也蛮好吃的 那它这个为什么我们也要少吃 不是 因为最主要是养这种鱼 比较不生态 第一个 石斑鱼本身是肉食性的鱼类 所以你要养它 你一定要用动物的蛋白质 所以呢 你越离开植物越远 就是我们的生物的浪费 生态浪费就越多嘛 嗯 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 大家不要忘记一点 所有他们现在常常做的鱼粉 做动物蛋白 它来自什么 下炸鱼 通常来自一些病鱼 死鱼 也来做 那病鱼死鱼 什么东西 抗生素已经用过 不然鱼没事 让它死掉 一定用过 不管它 反正炒一炒一炒 它就吃到 所以它对我们使用者 也是风险比较高 不只是说生菜养殖起來 它比较耗费 所谓的饲料 比较不环保 它也有高风险 好 经过这个江医师 这么一解释 我们就都了解了 可是我要请教李老师 在这渔民里面 不是有这样的说法 是鱼喔 对不对 然后李床三万四家啦 随着每一个地方 他们物产不一样 都有变动 不过大致上这是对的啦 这是什么名字呢 有好几种讲法 就是另外一种叫金床 不是我们的白床 那金床呢 全州人讲金床 像我们就讲金床 那那个什么 漳州人他们讲红莎 同一种鱼 不一样的名字 那个鱼真的很好吃 但是现在野生的很少 这种鱼也是养殖的 那些鱼的话 鱼就是说最上等 算是很好的 可是现在因为时代改变 环境改变了 对对对 那像青 白苍这个东西 在台湾有的地方 抓起来是不好吃的 那很贵 一只要一千块 那是好吃的 肥的 那有的比如说 在新竹这一带 桃园这一带 加大 尤其在夏天抓到 它不好吃 它瘦 所以他不会讲第二名是苍 所以每个地方 风俗物产不一样 因为其实有 刚刚老师有跟我讲 一个那个 所以家庭主妇 选鱼 其实最简单是什么 你知道吗 鱼市场不是摆一顿鱼嗎 他说苍蝇會 嗯 地空就飞走了 苍蝇布丁的鱼 他就是加藥的鱼 因为他嗅觉很灵敏 嗯 就过去了 真的啊 苍蝇那么厉害 那还有一种就是说 你鱼下去煮的时候 你发现它起泡特别多 煮汤 煮汤的时候 你会那个泡泡捞不完 其实他也是加了很多药下去了 那个汤就不要喝了 所以这个也是 我们可以记得的 那这个节目最后呢 我们再来总复习一下 我们来看看 我这边呢 先是这个可以吃的 可以多吃的 金鱼 秋刀鱼 白带鱼 透抽蛤蜊 对不对 温蛤 还有无锅鱼 还有湿木鱼 这些是不错的 我这边就是说 大家尽量避免的 也有金鲜鱼 黑尾鱼 乌拉鱼 还有乌拉鱼 还有这个石斑鱼 尤其是大型的 小型的他养的时间短 可能还好 越大型的越恐怖 久斑 好 我们先尽量尴尬 我们这个吃鱼要从两个观点来看 一个从生态的观点 一个从安全的观点 如果从生态的观点来看的话 我们一直都期望是吃小型鱼 不吃大型鱼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小型鱼呢 他的刚刚讲 他的身体残留 这些污染比较少 那要但是呢 另外一个是呢 不能够吃这个幼虫鱼 要吃成年鱼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还没长大 你就把它吃掉了 这对生态也是不对的 另外在安全方面来讲 我们是希望 他本身是药蝉污染的 比较少的 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提到的 这个蜗仔魚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这个 金线鱼 他们这些鱼都是很薄的 很细致的 他很容易被那个维生物污染 那维生物一污染 这个鱼商不想要让他损失 就丢药 都用这个孔雀石氯 孔雀氯丢进去 所以这个下去 就是对身体很不好 因为都是禁药 所以因此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也希望大家要多注意 当然啦 最好是能够检验 但是并不是每一条鱼 都能够检验 没办法 所以我觉得今天收获最大的 就是透抽 以后呢 要买就不要 不要烫头发的 不要卷卷的 他有买直发比较正常的 一开始好像是这样子 我这样讲大家就懂了 对 再来先闻一下 一开始他是这样说 被下药了 对 没有 我看他垫了 我要玩具 没有 下药了 你错了 对 你看垫到头发 他死了这么久 他头发还卷卷 还是QQ的 对不对 不是 那我可以确定 他已经心系狗呆了好吗 要买那种活动的 他用塑胶袋装起来的 你买的时候硬邦邦 跟冰邦一样 对啦 那个硬的 刚刚 那医师还有老师也讲说 这个死板鱼 如果眼睛是月绿的话 可能就要小心一点 对 黑色的眼睛 你不要想说 鱼眼睛好吃 不过冷冻鱼要解冻的话 就真的是要配薄了 江医师 怎么解冻 冷冻鱼要解冻 要快速解冻 它才会属于它的品质 所以你要在随里面套着袋子 这么多时间 跟冰箱们的 你忍不住 还是要在空抹 你忍不住 不住 你忍不住 你忍不住 你忍不住